2288集 何先生 话说开车怎么这么不想信啊 怎么好好的开到河里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的大坝突然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 林雨神色一变 抬头望去 只见刚才空无一人的大坝之上 此时竟然占了五六个人影 因为隔得太远 林雨根本看不清楚 他们的面容 但通过说话的声音 他可以判断得出 其中一个必是公泽 林雨神色一变 扫了一眼水面上的司机 接着转过身去大踏步地 朝着大坝上走去了 如果换作平常 他不需要数秒便可以冲到坝顶 但是此时 他为了保存体力 一步一步地实际而上 足足花了两三分钟 这才踏上了大坝坝顶 此时 借着月光 林雨依稀能够看清楚 对面几个人皆都是暗色的紧身衣 并排而立 其中站在最中间的一个人 身材中等 但是胸背挺拔 气势不凡 你就是公泽 林雨冷冷地扫了一眼 对面几个人 按照约定 自己一个人来的 我兄弟呢 他说话是暗暗加了内息 听起来有些中气十足 对面的公泽听到林雨说话的音量 身色不由变了变 压低了声音和自己身旁的人分 这何家荣不是受伤了吗 怎么听声音一点都不像呢 是啊 听他的气息好像伤得不重啊 该不会他早就察觉到了手机里的窃听器 故意跟他的手下演戏骗我们吧 好让我们麻痹大意 有可能 我们一直听说这何家荣 诡计多端 狡猾奸诈 长老 千万小心 切莫中了他的奸计啊 公泽身后的几个人 低声议论着 也感觉十分惊诚 原本对林雨轻视之心 也不由收了几分 我问你了 我兄弟呢 林雨有一些不耐烦冷声问道 说话的同时 已经停出了脚步 跟公泽等人保持着距离 同时左右警惕 早试着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 在来之前 他其实早已已经准备好 如果来之后见不到云州 他就立马想办法逃走 何先生 不用紧张 我们虚日帝国的武士 向来说话算话 公泽不紧不慢地说道 接着冲自己手下摆摆手 他身后的一个手下 立刻将手插在嘴里 十分响亮的一声口哨 很快 林雨背后 便传来一阵响动 他急忙回头一望 只见身后大坝上 走来了三个身影 左右两个人 跨着中间的一个人 中间那个 正是云州 只见云州 手脚全是金属镣铐 嘴上被堵得死死的 根本说不出话 只能呜呜大叫 云州 林雨看到之后 顿时面色一息 颇有一些兴奋 云州看到林雨之后 顿时大为激动 更加用力地挣扎起来 怎么样 何先生 我公泽 言而有幸吧 公泽悠悠问道 说着 他示意云州身旁的人 将他嘴上的布条拽下来 云州 立马急忙 冲冲林雨喊 宗主 您怎么来了 安吉尼和兴奴宗丢人了 丢人的是他们 堂堂见到宗师蒙 只知道已多欺少 林雨转头 冲公泽冷声说道 现在可以将我兄弟 手脚的镣铐解开了吧 他带着脚了手了 一样能揍 你这话什么意思 莫非你想实言不成 只要你留下来 与我一脚高下 我便放了他 这较了受了 并不印象他易懂 只不过是 走起来慢一些罢了 倘若 与我交手的时候 你耍话头掏走 那我立马就派人追上去 宰了他 显然 公泽想要凭借云州 手脚上的镣铐 钳制林雨 让林雨不敢贸然逃走 带着镣铐的云州 不管怎么走 都不可能走得快 也就意味着 虽然离开这里 但是云州的性命 仍然掌握在公泽手里 他随时可以自己追上去 或者派人去击杀云州 林雨文言脸色一沉 如此一来 你跟梅放他走 有什么区别 就算我跟你交手的时候 我没有逃 你仍旧可以暗中派人追杀他 你太高看他了 公泽冷横一声 仰着头满脸急傲 不是谁都配死在我公泽手上的 这种无名小辈的生死 我根本那就不放在心上 他最大的作用 就是引你出来罢了 只要你跟我交手的时候 不逃走 那我自然烂得耗费精力去追他 宗主 俺不走 俺跟你同生共死 云州听到公泽和林雨的对话 脸色一变 煞时间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 得知林雨竟为了救自己特地单身来赴约 一时间不由眼眶湿润 耿耶说道 宗主 您何必为了俺以身犯险 大不了 让他们杀了俺就是了 俺不怕死 此时他心中难过不已 早知道林雨为了他冒这么大的风险 他宁可一头撞死 是我将你们带出来的 我自然有责任保护你们 林雨转头望了一眼云州 颇有自责 如果不是他云州怎么可能被抓 让他走 公泽冲自己手下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们放了云州 云州身旁的两个人立马往旁边一撤 将他松开 宗主 云州急忙喊着林雨 接着扛着手脚上的镣铐 哗啦哗啦地朝着林雨走过来 林雨扫了一眼云州手脚上的镣铐 只见这两幅镣铐十分粗重 紧紧地扣在云州的手脚之上 依然勒出了血痕 极大的限制了云州的行动 倘若想带这么一副镣铐 找到有人烟的地方 最起码要走到凌晨 云州 你快走 记着 要往北方走 那边大路多 拦车的机会多 说着 林雨把随身携带的现金 塞到了云州口袋里 直接回家 康金龙叫不叫大哥他们 都等着你 俺不走 云州用力地摇摇头 眼中沁满泪水坚毅说道 俺不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 俺留下来掩护你 你走 走 对面公泽 发出了冷笑之声 扫着林雨一眼淡淡说道 哼 他居然来了 想走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他话音一落 身后几个人立马 往前冲击 蹭地一下 拔出了随身携带的窝刀 死死地定制林雨 准备随时出手 想关注我更多日常 请进入我的主页点击圈子 加入一种侃侃的有生世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